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乌鲁敦艺文中心一起合作第十一届的编织竞赛艺术展 编织是我们台中市我们早期的台中县大家非常重要的一个技术 早期的从草鞋草帽一直到草席都是他们传统的记忆 台中市文化局为了把这项传统流失了 所以办了这个编织艺术的比赛今年迈入第十一届 那今年呢参加比赛的作品非常丰富 除了有传统之外也有创新 特别是拿了第一名的刘老师所做的雨夜 雨中街景非常突出 它是用马赛克的拼编的方式 你看爱福编织的作品 其实如果远看的话 你就可以看得出它是从街景里面创意而来的 那这一次展览从十月五号开始一直到十月三十一号 欢迎所有的观众朋友 有机会到彰化生活美学馆来参观这项展览 记者会中特别邀请编织工艺奖三位得奖人在现场实作介绍 分别是艺术创作类首奖得主刘栋 生活工艺类首奖得主王冰锐 特别奖生活美学奖得主詹玉琴 此次由彰化生活美学馆与台中势力葫芦敦文化中心 共同合作举办的巡回展 其能培养民众对编织艺术的喜好 提升生活美学素养 欢迎民众永远丽临参观 公益频道许为珍彰化采访报导